有个完美的婚礼是每一对新人的梦想 但筹办终身大事一点都不简单 从场地 布置 仪式 宾客名单 到婚礼当天要做到巨细迷遗 考验这一对新人的感情与默契 也因为各种繁琐的问题 一些新人会因为筹备婚礼而吵架 影响感情 结婚到吵架 在结婚过程里面 是你推给我做 他就觉得我也很忙 为什么你不做 然后有时女的很愿意去做 但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委屈 我觉得婚礼本来就是你一生人期待了 一生人总统期待的最完美的一次 那有可能为了这个筹备的过程里面 而破坏了双方的一些感情 不是双方的 而是更是两家人的感情 我们所以说这个角色 我们常常去做协调 在婚策领域拥有16年经验的婚礼策划培训师 Alice说 婚策除了是一场婚礼的协调员 还是一场梦想婚礼的灵魂人物 你问我在每个人心目中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用一部电影来形容 他就是一个总导演 他必须要什么都有一定的相关领域的知识 比如他要懂得服装的东西 他要懂得场景的东西 他要懂得摄影录影等等的东西 但是他是整个整个电影 就是说整个婚礼的一个方向的主轴人物 他决定了这个婚礼要的一个风格等等 然后来实践他成为一个真实的婚礼 他就是那个实现成每个梦想中婚礼的灵魂人物 所以婚礼策划师并非如外界所以为的 只是个中介人 一个真正的婚礼策划师是从了解一对新人开始 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 包括这两个人物的结合故事等等 然后跟他去凑成这一个婚礼剧本 告诉他其实哪一类型的主题适合你 其实以我跟你相处之后 我看你本身的气质美感等等的话 我觉得哪一种方向的化妆师彩妆师很适合你 通过我们言谈的时候 我们把相关人物根据这个客人本身的特质来介绍 那么一场独一无二的主题婚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如果这个客人本身就是有主见的人呢 他可以马上告诉我们他想要的婚礼风格 但是如果我们碰上没有主见的客人呢 我们会从他的背景或者是他两个人相爱的爱情故事等等的 去延展出一个属于 独一无二的婚礼 其实婚礼主题我会认为不要因为跟风而跟风 而是让十年后的你看了这个婚礼主题 你会觉得这就是当年那个阶段的我们 我们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很向往的东西 或者这个主题后面有一个故事 一个好的婚礼策划师会对一对新人和全家人省下不必要的麻烦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把婚礼办得尽善尽美 一场婚礼解决完了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大门的时候 爸爸妈妈抱着我们 幸亏有你们啊 不然啊我们又要招呼朋友 又要做这个很多东西真的做不到丢年啊什么什么 幸亏有你们跟我们做很多的配合 所以我们讲其实他好像一个家族的荣誉 结婚有时好像一个家族的我们讲performance这样 如果经济情况允许 而你又想省却烦恼 不妨考虑把重要任务交托给专业人士筹划吧